全台关注沸沸中枪身亡 桃园市府官员不但上演摆拍秀 还列队向沸沸鞠躬献花 荒谬行径遭到踏伐 国际修正对中路线 德国最大反对派也觉醒 透过对中贸易维持和平 是个失败策略 台湾飞弹导战力再越近 新宿二飞弹计划独家解密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你好我是李月琪 每周一到每周五 但以锁定焦点话题 好来关注这一起沸沸事件 27号在围捕过程中 虽然成功抓捕 但是沸沸中枪身亡 消息震惊社会 那么大家都想问 到底是谁开的枪 现场这一名猎人 他就坦承是他开枪的 击中沸沸的左胸口 而且他说是受到新竹县政府的委托 不过是谁来指使开枪 现在是一个罗生门 因为大家通通甩锅 新竹县政府强调 沸沸没有进入县辖区 因此他们也没有委托要进行围捕 另外桃园市的农业局 在现场抓捕 据说他们也是只有带麻醉枪 最后是农委会的林务局也强调 并没有派人前往 现在沸沸的遗体 要等待解剖来厘清真相 不过我们还原现场 今天最新的消息显示说 这是猎人发布的声明 说他当时是接到新竹县政府的通知 就到现场跟桃园市的农业局的人一起来作业 后来现场很混乱 有人对他下令开枪 他当时是以为是农业局的人 但是后来才知道竟然是六福村的兽医 他也强调桃园市的农业局完全知情 而且他是听命开枪 但是这把火炎烧 六福村也回击了 说他们也是听到枪声才进入的 也会搜证保留法律追诉权 但是真相还没有厘清 桃园市政府官员的做法 再度引爆踏伐 先是出动猎队 鞠躬献花 被认为就是在摆拍 也有不少民众炮轰 桃园市长张胜正是不是也要鞠躬道歉 另外还有更夸张的是 当时沸沸中枪流血 而这一名农业局的专委 第一时间是拿起手机 要大家帮他拍照 还抓起受伤的沸沸来展示 说是要传言女儿看 而他就被起底了 过去他还曾经是帮韩国语来助选 现在除包了受到严格检视 被民众炮轰真的太冷血 媒体人黄瑶明也把矛头指向官员 讽刺说要不要干脆来立同像 民进党议员黄琼慧也说 桃园市政府新竹县政府的锅 不要叫猎人或是六婆村来康 整起事件从沸沸逃亡到身亡 整整18天掀起全台关注 有作家就在脸书上下了注解 他说沸沸从出生就失去自由 而当枪弹射向沸沸时 他的自由就是最大的抵抗 好来看到国际间很多国家都在调整对中国的态度 现在德国最大的反对派基民盟 过去在前总理梅克尔的领导下 一直是维持比较亲中的立场 和中国维持友善关系的路线 如今却传出党内对中政策要出现 年华时代的重要转折 其项和几项关键呢 包括要透过贸易维持和平 已经认定是一个失败的策略 也强调只有中国秉持公开透明可靠 才愿意跟中国合作 而德国政坛的重要转变 专家如何解读 来看记者黄信雅采访报导 德国最大反对派基民盟 过去在前总理梅克尔的领导下 一向秉持与中国维持可善关系的立场 不过他们的亲中路线 现在出现重大调整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所掌握的立场稳健草案 保守派不仅放弃以往的中国政策 更呼吁德国政府创造对中政策的 划时代转折 基民盟他对中国政策的调整 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党魁因素 第二个是乌尔战争的因素 基民盟的党魁是Fritish Mayor 是梅克尔的 安吉拉米尔克的十对头 所以说当然是不接受 梅克尔的一些政策 包括中国政策 第二个是乌尔战争因素 在这次乌尔战争 被俄罗斯能源勒索 过度依赖俄罗斯 会造成他们外交政策上的限制 所以要防范以未然 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是相当高的 而且这个依赖的程度是高于 德国对俄罗斯的依赖 比如汽车 制药 电子 吹起了这种减少对中国依赖的风潮 尽管德国许多产业都依赖中国市场 不过北京咄咄逼人的行径 不只让基民盟体认到 过去透过贸易维持和平的策略已经失败 就连联合政府里也出现摆脱对中依赖的声浪 经济部长哈伯克甚至建议 因限制部分高科技产品输出 不过总理肖茲则在欧盟峰会上强调 要在不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情况下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拉锯是值得我们去观察 我们看到说肖志总理他去年也去中国访问 习近平刚连任第三年 他马上去收到很大的批评 他的用意就是说要让德国政府 德国人民也知道说 中国市场对未来后疫情时期 德国的经济重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是采取一种比较步骤性 可以慢慢的跟中国脱离关系 但是他不主张说马上跟中国脱钩 断了一干二净的做法 为了逐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德国政府将触找逐步延伸至 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 不只总理肖茲接连出访 德国教研部长日前也率团访台 并与我国签署技术合作协议 接下来台湾如何争取更多支持 学者也提出看法 现在德国所需要的是市场 德国需要的是一些技术 那这些的话我们台湾必须要去思考 我们能够提供他多少一些科技人才的技术 如果说我们能够去把我们的科技人才 有系统的跟德国去合作 那我相信说台湾跟德国的经济关系 会有个明显的发展 中共近年不断军事扩张 与屡屡传出侵犯人权的消息 在独裁与自由民主互相冲突上 国际兴起一波与中国脱钩的浪潮 未来欧盟会不会有更多国家选择与中共划清界线 也有待后续观察 介组黄信雅采访报道 好 持续带您关注国防MIT 各型的飞弹产能全开 而最新型的神威尔反舰飞弹 被称为是隐藏版的宝石 因为性能作战灵活度 还有反电子干扰都更精进了 现在要量产兵移交给部队使用 未来将部署在五艘反舰型的陀江极舰 全面来提升我们的海军火力 预计生产的数量也要超过200枚 而现在国造的各型飞弹生产线 其实已经开到16条 等于是能量全开 而这一次新型的雄二飞弹 射程也升级了 可以达到250公里以上 而各方面的性能都跟欧美的反舰飞弹同等级 让外界更加期待了雄二飞弹家族的战力提升 可以集结陆海空发射 我们先看到的是建设型 其实飞弹上面会有一个黑色的部位 是红外线的影像寻标器 接近目标的时候 就会来打开这个感测器来追踪 另外也可以透过路上来发射 同时也持续发展空射型 还有一直受到关注的雄二一增程型飞弹 射程是超越1000公里 可以达到南京上海具有源头打击 还有武力吓阻的效果 而台湾也要加强飞弹实力 同时这一场亚洲的军备竞赛正是现在进行式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 面对中国来加强军备威胁 还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都引发各国焦虑 也加速亚洲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好来看到这是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木娃 她率领超过150人代表团来访问台湾了 创下台节交流的新记录 而今天艾达木娃更是在立院发表演说 成为史上第一位在立法院演说的 非邦交国家女性国会议长 而她在演说时也特别提到 捷克距离乌克兰战火只有台北跟高雄的距离 而台湾跟独裁政权的距离也只隔一座台湾海峡 台节合作就是深化民主阵营的连结 而我们特别整理了艾达木娃演讲精华 把时间交给记者张维珍 有请众议长 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木娃率160人访团来台 今天前往立法院发表演说 他提到台湾和捷克虽然在地理上相隔数千公里 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在世界上能遇到有这么多相似之处 且互相了解的国家非常难得 艾达木娃引用捷克布拉格之春时 捷克社会著名的一段话 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与台湾同舟共计 彰显民主阵营的团结决心 一席话引起全场掌声 艾达木娃谈到民主自由的实践 认为很多人都在谈论民主 但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有独裁者用自由来包装 实际上却施加压迫 甚至做出危险的暴力手段 强调我们除了珍惜自由民主人权 同时还要努力实践这些价值 爱达木娃强调 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书写这个时代的意义 发展自由民主是我们的责任 继2020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访台 进行历史性访问 艾达木娃这次率领至今为止 捷克访台的最大代表团 同行除了国会议员 也包括政府部门大学企业工会代表等成员 持续推动劫台友好关系 记者张维珍整理报道 好 最后带您看到乌尔战争最新消息 各国援助的最新战车终于抵达乌克兰 包括英国的挑战者二世 美国史崔克战车 以及相当受到关注的 德国援助的鲍二战车 战车大军集结了 是否意味乌克兰酝很久的 纯纪反攻 即将要开始 最新进展来看记者张维珍整理报道 黑夜中乌克兰军队 正朝着俄军指挥所突袭 乌克兰最新释出的一段影片 公开了海妖特种部队 今年1月时夜袭俄军指挥所细节 可见在炮火支援下 特种部队利用掩护快速进攻 重创俄军 不过另一方面乌俄线阶段交战重点巴赫姆特 乌军已经死守长达8个月 日前乌军才刚表示夺回关键补给要道 状况稳定下来 不过隔了一天就在距离巴赫姆特 约2小时车程的阿夫迪夫卡 却遭到俄军利用人海战术发动夜袭从两侧包夹 在战前超过3万人口的阿夫迪夫卡 目前大概只剩下2000名平民 当地军事行政首长巴拉巴西在Telegram表示 阿夫迪夫卡大停摆 越来越像末日电影里的地方 长达数月的基站已经让这座城市沦为废墟 俄军进行加强空袭阿夫迪夫卡 并切断部分补给线 让当地作战形势更显艰困 乌克兰军方上周甚至还警告 阿夫迪夫卡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巴赫姆特 乌克兰政府27号也宣布设法撤离滞留当地的少数军民 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相关军备也陆续抵达前线 根据外媒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27号表示 乌军已受到英国挑战者二世主战车 美国史翠克步兵战车与美洲式反地雷防伏击车 德国总理肖兹也证实已经将18辆鲍二战车运抵乌克兰 列兹尼科夫强调各方的军援强大 相信乌克兰人民的任性与乌军的战力 乌克兰将会赢得战争 记者张卫生整理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这件议题有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